大家好,这里是要尘文里,原宇宙世界里第一的好朋友的加密尼大佩洛 我会告诉你这个世界里所有问题的答案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按赞,打开小铃铛 不然真的会把我弄丢哦 现在这种片开始 哈喽,大家好呀,美好的8月要从看大漂亮的影片开始,对不对 那今天大漂亮要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个宫链 那这个宫链的名字呢,叫Zarkwear 那它跟我们之前分享的这个Aptos是一样的,Aptos大家还记得吧 那这个宫链呢,它是一口气,容了4.5个亿,这样的一个很牛的项目 而且呢,它还没有发贷币,对不对 好,那我们又扯远了,我们回来看今天的主角 今天这个主角不比这个Aptos差 那今天这个主角这个宫链的名字呢,叫Zarkwear 它也是无情的融资机器 它也是容了好几个亿 还有更幸运的是,它最近呢,有一个跟它很像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但是呢,各方面表现都还没它好的这样一个项目 发币之后,币价拉升的非常凶 那它这个好兄弟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OP 它跟OP一样都是做以太二层的这样的一个公链 这个OP最近的这个价格非拉啊,大家也都是知道的啊,一下从底部往上干了三倍 短短的啊,几天时间一口气拉了三倍啊,这就是OP的表现 那你说这个小弟都表现这么好了 这个大哥能差吗? 这个Starwear作为大哥 他到现在还是没有发币,还是有机会 那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大哥 说说他是什么 他为什么是大哥 以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韭菜 撸他的最好的姿势,好不好 好,那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先去大致浏览一下他的官推啊官网啊等等 我们先有一个心里有个画面 然后大票呢再跟大家去详细的拆分啊 那这个呢是他的官推啊 这个官推呢有137k 这个热度还是不错的 你看每条下面的这个互动量啊都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这个官网呢也是很简洁对不对 也是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科技感啊 然后呢这个官网我们可以读到的信息呢是这个 它为什么叫stockwear 然后他又说stockknight现在主网上线 诶他们stockwear和stockknight什么意思啊 那这个大漂亮卖个关子 因为大漂亮帮大家梳理了一下很清晰 一会跟大家讲啊 好那这个官网往下看这里可以看到他的TVL 他TVL现在是648m 好那这个水平还是不错的对不对 虽然没有arbitrum2.56 billion 还有那个op呢1.19 billion 他们两个高 但是呢你要知道 这位大哥人家还没发病呢啊 op呢和arbitrum都该空头的空头 该做那个营销活动的都做营销活动的啊 这个大哥还没开始动的 所以呢他在还没有开始动的情况下 他已经做到这样一个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那看完他的官网我们大致对他有一个了解啊 那大漂亮带大家去看一下大漂亮对他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啊 听完大漂亮这个分析至少让你少读十年书啊 说错了 至少让你少浪费十天时间去研究啊 那大漂亮这个分析呢从以下几个角度对他进行一个分析啊 首先呢第一步我们先去了解一下这个大哥他在整个行业的位置啊 他在行业里面解决哪一块的问题第二呢我们先去简单了解一下大哥 第三呢我们看看这个大哥背后的人啊他背后的机构是谁 第四个呢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大哥长大的这个历史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 他9月份要发币是怎么回事啊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他作为一个公链 他上面已经有哪些应用了我们可以去交互的 最后一步呢 他既然要发币我们就去看看他的经济模型啊 从经济模型我们最后来推断出我们作为一个小韭菜上车的机会在哪里 好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析 首先呢第一点要说的就是这个大哥在行业里面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他是个干什么的工链对不对啊 那这个问题呢答案就是他是个座椅太二层的工链 Layer2的工链那关于什么是Layer2 Layer2的重要性以及2.0合并了之后Layer2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呢 这些问题大漂亮在之前有一期直播里面很深入的跟大家分析了啊 那如果不太知道的赶紧回去补课啊 那这个直播的名字叫以太2.0合并之后的解锁将会带来暴跌啊这个问题啊 你们可以回去看啊 那看完那个直播的小伙伴一定是知道啊 即便以太2.0做完合并2.0正式上线Layer2都是有很强的应用场景的 都是非常值得埋伏的这样的一个赛道 好那在直播里面我们也讲过啊 那做Layer2的解决方案呢有两大解决方案 一个叫OP和ROLAP 一个叫ZK ROLAP 在这两个解决方案里面也细分出两大流派啊 OP这边细分出的是Arbitrum和Optimism ZK这边细分出的是Starnack和ZKthink 这四个解决方案啊目前谁发毕了呢 大家都知道OP已经发毕了那Arbitrum干嘛呢 还是在交互啊 之前我们做视频讲过去怎么去录它怎么去交互它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大哥在哪呢 就在这啊 Starnack 那他什么时候发毕呢 9月份啊就是在下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讲他至关重要 好那看完这张图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的主角呢 他在行业里是什么地位了对吧 他切哪块赛道呢 切Layer2 他是Layer2的哪个战队的选手呢 他是ZK战队的选手 那他跟OP跟Arbitrum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那OP这边的优点是什么呢 他是高度兼容EVM就是以太主网 数据呢也存在主网啊 这就意味着他是比较去中心化的 他的安全性比较高 但是呢 他的缺点呢是潜在欺诈性证明 可能导致链上事物处理速度缓慢 这是OP这个技术的天生的优点和缺点 那ZK呢 ZK这个解决方案 它的优点呢叫高GPS低延迟 相对不容易受到这个经济攻击 也恰恰是因为他这样一个不受不容易受经济攻击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呢 而使得他在这个零知识证明这块产出的时间比较长啊 那这就是他的缺点 好那不管怎样呢 那这两种方案呢都是目前Ler2比较大家公认的方案 比较能解决问题的方案 运行的比较好的方案 好那我们了解了我们今天主角大哥的社会地位之后 我们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个简线 那他呢首先呢是一个ZK方面的二层的应用网络 他现在呢处在正在发展自己生态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阶段 还是一个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年龄 然后呢他的创始团队叫Stackware 这就是刚刚在官网上大漂亮卖的那个官子 Stacknight和Stackware的关系呢就是这个是他的创始人 那这个Stackware呢他成立于2018年5月 核心成员呢是Zcash的前首席科学家 Zcash我相信老久才一定非常清楚 以太的这个应用是19年年底爆发的 他是在1718年那个时候非常牛的 就是在以太媒出现的非常牛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个Zcash呢他简称这个大灵币 他代表呢叫ZEC 他是做这个匿名币非常牛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那Zcash呢他本身也是首个使用 零知识证明机制的区块链系统 所以呢他去转型做这个ZK Rollup的这个解决方案 他在零知识证明方面他的技术就真的很牛啊 当年Zcash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是让这个交易自动隐藏区块链上的所有交易的发送者 接收者以及数额 所以呢他在匿名币中真的是数一数二的 当年是风云级别的人物 那他们的CTOR出来做了这个stockware 这stockware又后面成立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带头大哥叫starknet 好那在座的朋友听完这里一定意识到一件事情 那就是大场出来的人必有投资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投资 那这个项目呢前面几轮呢这个融资情况大漂亮 但是网上没有找到数据 一个是C轮5000万美元 虽然这个数额不够大 没有我们之前说的那个Architos 上来就是两个多亿三个多亿啊 但是呢他是由红杉资本领头的还是很牛的 他领头后的他的估值呢达到20亿美金 然后呢就是D轮就是最近5月份融的 这个由谁谁谁谁谁谁谁也是很牛的机构啊 那融完之后D轮融了多少呢 融了2.6亿美金啊 头后估值达到80亿美金 你想这两轮加起来三点多个亿 你说是不是很牛 资本笼罩再加上他是C和D轮 还不知道他前面AB轮 preA融了多少 反正就是很牛的机构融资啊 很牛的资本倍数 好那这个80亿美金这个数字 对我们炒币啊 未来他如果发币了炒币 它是有一定的迟早意义的 对不对 好那说完他背后的大佬呢 我们去看一看他的发展史 他是怎么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 好那今年的5月25号呢 他又融了一轮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这个团队的发展史 就是他成立也早拿钱也早 但是研发期你说长不长是相当的长 而且呢你说他研发期这么长 他干事没有干事了 他在不停的研发 不停的上线新东西 而且也在很努力的做应用啊 这个感觉就像一个这种完美主义者 我一直在打磨一直在打磨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啊 终于今年9月份他要发币啊 是不是大家觉得啊 憋憋憋终于憋出了个大招 你说我们要不要上车 必然要上车是不是 好那了解完了他的发展史 我们往下看他现在的生态应用 他现在的生态应用就是他在业务拓展能力 找合作方面的能力强不强 招商隐私的能力强不强 那还是非常强的 现在呢在他上面已经搭建的这个应用啊 有跨链桥叫Stargate啊 还有一个二层网络钱包啊 做钱包的叫Argent 还有一个是在二层之间做跨链的这样跨链桥 叫Aubitor啊 这三个项目呢已经是上线正式上线的项目 那这三个项目呢也都还没有发币 我们也可以去交互啊 去蹲一下这三个项目的空桶 测试网的三个应用 一个是做Dex啊 StarSwap 还有一个是他的NFT平台 MeanSquare 还有一个GameFi 叫Nance 这三个都是还没有上线的 还在测试网呢 以上线的和没上线的区别啊 是什么呢 那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去交互以上线的 你花的是真金白银的Gas费啊 那我们去交互没上线的啊 你花的是他们测试网的测试币啊 这就意味着你不用花钱啊 白撸啊 听懂了吗 这里是白撸啊 好那说完它的应用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自己的StarNAC本身它的经济模型 它的经济模型是什么呢 首先呢 投资者占17% 核心贡献者占32.9% 基金会占50.1% 其中包含它的 其它的大漂亮不多说 大漂亮挑重点跟你说 这个是重点 社区分配8.1% 这就意味着它有可能给我们留交互蹲空投的机会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因为它社区留的是有份额的对不对 那第二个大漂亮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点呢 就是它这个投资者 百分之十七啊 释放了百分之十七的代币给投资者 大家知道啊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机构手里的筹码是很多的 我们要时刻去关注它的代币解锁的释放规则啊 好那由于它代币还没上线呢 这个释放规则它也没公布大漂亮也没找着啊 所以没办法跟大家说它什么时候释放 我们什么时候跑是不是 那这个等它出来的时候大漂亮再跟大家说吧 好它发这个token是为了干嘛的 一个是作为它网络运营的费用 这个大漂亮的理解可能就是gas费吧 第二个呢它是为了维护这个保护网络 就是POS机制啊 你首先是要质押对吧 以太要去转POS机制 那它自己肯定以后也是个POS机制 它肯定是有一个质押给奖励的这样一个模式 第三个呢就是治理啊 社区治理大漂亮就不再多说了吧 很常见的对不对 好那说完它的经历模型 你是不是也跟大漂亮一样 非常想去参与一下它对吧 你就别跟我说那些废话 你就跟我说怎么搞钱吧 对吧 那赚钱的机会呢大漂亮给大家汇总了 汇总了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呢就是在一级市场埋伏空投 那这个埋伏空投的思路呢大漂亮讲了不止一期了 什么是埋伏空投怎么埋伏 简而言这一句话就是你要去做交互啊 你要去体验它的网络上的应用啊 它的网络上的应用是怎么用的 你去体验它就会给你奖励 好那这个埋伏空投的重要性 大漂亮在下面也列了三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参照当年DYDX的空投 当年是一个地址空投了2万美金的价值的代币啊 当年如果在DYDX没上线之前你去交互了它 你立马得2万美金的奖励多牛啊 远的不说咱说个近呢 最近拉伸的这个OP 你知道它的空投有多简单吗 就是你在上面只要交互 在它上线前你只要交互 它就一个地址最少给你发750个OP代币 750个OP代币 现在OP价格多少 1块6美金是不是1.6美金 大家想想你一个地址得750枚 你拿到现在就是1000多美金 你如果当时干它个一两百个地址 你要知道你现在你的OP得有多少钱 那我们之前讲的那个Abitrum上面 也跟大家讲了一个它上面的应用啊 一个DEX叫hashflow 那这个空投呢大家也是可以蹲的啊 之前大朋友那个视频里面也讲过 那目前的这个hashflow的空投呢 尚未开放领取 这是关于一级市场埋伏空投的重要性 那怎么去埋伏这条链的空投呢 怎么去埋伏这个starknet上面的空投呢 那大朋友其实已经跟大家在这篇 已经讲过了 它生态上面的现在的应用 你都是可以去交互的 好吧 特别是目前还在测试的应用啊 那这些测试的应用 我就跟你说了 它是测试网 是测试币 它就不要钱 它不是真钱 你干它个一两百个啊 对吧 对吧 只要你有这个技术 有这个精力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好吧 好那第二个给大家提供的一个 这个交易机会呢 就是二级的现货交易领利啊 那这个思路是从哪来呢 那就是从OP来的啊 当年OP跌到多少 那上线之后呢 一度冲到1.59 但是随之而来呢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下跌 一直跌到呢 0.45左右 0.45左右 为什么最近又很快的拉伸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是因为这类的项目 它都有一个价值参考标的 是啥呢 大漂亮刚刚在视频的最开始也说了 那就是机构的投资啊 机构在进来之前 其实是给到这个项目估值的啊 你说跌到0.46美金的时候 这个OP的估值呢 是远远低于机构入场的估值的 你说那是不是被严重低估了啊 它接下来的反弹呢 那对于很多投二级的机构来说 你在这么低的价格去啊 投这样的一个项目就是名牌开券稿 考试为什么呢 你只要一投进去 你就相当于 割了一级市场的那些投资机构的韭菜是吧 你买进的价格 比之前它投一级的啊 那些机构的价格还逼你说你值不值的啊 所以呢 像这类的项目呢 它都有一个价值参考 就是就是投资机构一级市场 投资机构给它的估值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我们就要关注它的代币 如果它的代币过度释放的话 市场上抛压很大啊 代币下降的话 我们就看它的估值跟机构的投资估值 80亿美金中间的差额 如果你说它的估值都被干到20亿美金了 或者是40亿美金 那就是我们超低买入的好时机啊 那你要知道你至少这个价格买入 你是比当年投它的那些机构入场成本是要低很多的 好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点位买进遇上个几倍的爆拉 对不对 好那这是二级现货的交易策略啊 那今天呢大漂亮给大家了两个交易策略 在座的小伙伴可以根据自己的自身情况 选择适合自己的交易策略 好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啊 那大漂亮呢 本期视频的用到的这个调研报告研究资料 会发在我们的视频文件栏目啊 这个这个资料里面也会包含以上的大漂亮给大家汇总的可以去交互的这些网页的链接 那具体怎么交互大漂亮在以前的视频里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手把手的教学视频啊 比如说像这条里面就有大漂亮手把手的这个操作视频啊 如果你不会你可以去看看完之后举一反三所有的交互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看完之后还不会 那就在大漂亮的这个社群里面啊你去问 会有其他的这种老韭菜他会去帮你的 好那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大家再见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视频里面用到的所有参考资料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收听里面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到你 如果你想更快的找到我不要忘记关注我的peter peter今天也在视频下方哦 好了我的朋友我们下期见拜拜